大家好,学长继续跟大家聊柯恩兄弟的No Country for Old Men这个电影 然后我当然是结合了这个原著小说和圣经的传道书跟大家去分析 那上一次跟大家聊到马斯鲁艾伦打电话 本来是要打给卡尔森·威尔斯 结果对面接起来的 是先到一步的安汤·什格尔 那在书里头他们结束这个电话的其实很不一样的 就是同样罗艾伦说了一句 就是说我已经决定把你做成我的一个特殊的项目了 所以你呢不用麻烦来去寻找我 根本不需要去来找我在哪 我呢自己就会找你去的 那书中呢这个话不是挂电话的节点 那当时安汤·什格尔在对面说了个什么呢 说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 你一开始在电话一开始呢还挺让我失望的 那罗艾伦说你不放心吧 不用失望 然后安汤·什格尔说好很好 good 然后挂电话的那个人呢还是最后一句话是由马斯威伦说 他说的这句话叫 you don't have to by god worry about being disappointed 你完全不需要太怕被失望 然后他中间插了一个短语叫by god 那这个短语呢是说I swear by god 是一种就是强调这个事情 我是多么严肃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就是我以上帝的名 或者我指着上帝去启示 这个启示就是发誓了 就我发誓你不会被被 你不用失望 我一定会找你去 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个地方马斯威伦当然是犯了一个在犹太人眼中 在实践里头的一个计 就是说不要乱用上帝的名 不要用随随便便用上帝的名去启示 就use my name in vain 就是你用一个虚空的没什么意义的事情 你把我的名字拿出来去做这样的一个 好像我能够为你做见证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 这事情是在至少在实践里头 摩西班的那个律法里头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这个和这个所有的像什么不可杀人 不可hold到不可建议是一样一样 大家如果看过基耶洛夫斯基的短片集《实践》的话 他用了一种世界的方法 用他当时生存环境的那样的一些例子和情景 去演示 不是说cover 而是说去demonstrate 就是说让我们看一看到底 在当下的语境里头 实践到底可以怎么用 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旭亮 我人在美国 加州旧金山湾区 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 探究人生的意义 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 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的漫谈 一镜到底不剪辑的漫谈 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 请你见谅 那也希望我的分享 对你的个人成长有所帮助 好 我们就继续聊这个电影 那罗艾伦当时 我上次在结尾的时候也说了 他非常愤怒的摔电话 然后其实就也同时 另外一个是传道书里头 曾经有几句话 第七章 我记得大概是说 你不要这个就是 特别心里急躁和恼怒 这样的话 你就因为恼怒 是存在愚昧人的怀中的 就是你天天 一天到晚不高兴 这是一个其实挺愚昧的一个事情 谁让你不高兴呢 其实主要是你自己和自己不高兴 你自己和上帝不高兴 就是你觉得 为什么这些事都摊在我头上了 对不对 你就觉得说肯定是 反正不管是老天爷也好 命运也好 就捉弄我 对不对 然后你就恨 其实在背后 你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主宰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一个事情 Anton Shiger在这边 就是看着已经死了的 Carson Wells一脸这种就是说 也不知道是轻松吗 还是莫名其妙 就是觉得你看我当时为了杀你 你看我还得挺辛苦的瘸这个腿 然后在房间里头 走廊里头等你 不知道多长时间才把你堵在这儿 然后才把你干掉 你看人家电话那头那哥们怎么样 人家都不需要我找他 对吧 人家说人家就会来找我的 说你看看 又一个 但是这事还轻松一点 这当然是我的调侃 场景一转 贝尔警长又开始跟自己的一个小手下 Windell去驯话了 手下感觉也没几个人 这个小地方的警长 你说他能有多少的预算呢 他下手 这个声音先捅进来 当时这个场景还没完 我们都已经听到贝尔警长开始问 The Motel in Del Rio Del Rio之前讲过 是完全和Anton Shigert杀死Carson Wales的地方 已经不是一个地方 他们卢艾伦其实在一直顺着一个路线跑 Anton Shigert就顺着一条路线在找 所以你想想 Ego Pass的旅馆都已经发生过两次凶杀了 然后警长们在处理的案子 还是在之前另外一个地方 当时那三个墨西哥人被击毙那个现场 对不对 你说他们是不是落后了很多呢 甚至他们比我们观众的这个认知还要落后很多 我们都已经看到那个场景了 我们知道那可能大概率就是墨西哥裔或者是墨西哥人 他们被Anton Shigert一个一个击杀了 而剧中人不知道 那当然编故事啊 特别是电影这个戒指 因为电影是如此的形而下 他一定是说我们能够知道一些有时候屏幕上的人不知道的事情 从而我们才为这个角色开始要么觉得他很傻 要么觉得为他担心 要么我们能够共情与他的一种情境 我们为他召集对吧 小西区苛刻的很多的这种手法都是 你知道只要说观众你知道桌子下有一个炸弹已经被安排好了 虽然这个坐在桌子旁边这个人他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啊 所以我们看着就特紧张对不对 这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再一次就是说凸显了这个主题 No country for old men 在剧中的这些人 其实相对我们这个年代来说 又是一个绝对的old man 他们甚至可能大部分那一代人都已经过去了 80年代那些能够在已经这么老的人的话 还是早晨起来在餐厅看报纸喝咖啡的这些人 对不对 然后这一段的主要的这个 其实并不是关于故事的 它完全和故事无关 完全和剧情无关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了啊 那他们说的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是一个关于存在的 关于生死的 关于人的本质的一些通过日常的东西 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犯罪的题材 让我们去思考的 这是这个影片很多 不过它的这样的一个叫subtext 它是一个潜台词次文本 是在这个文本之上或者之下的一个需要你去衍生去想的一个事 它其实讲这个故事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让你去想想背后的意思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电影好呢 就是说它真的不是说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很酷 虽然大多数人是这么感觉的 Wendell报告就是说我们现场那些报告说了 这个死亡的三个人都是墨西哥人 然后他马上就改口 他说all three is Mexicans 然后马上改口说was Mexicans 大家肯定注意到就是学英语的初级的肯定觉得说 怎么这个辅数应该是are all three are Mexicans 然后应该是were Mexicans 但是就是说语言和电影语言 很多东西都是很有相似的现象 就是你确实是在教科书上那些所谓的规则 它不是一个生活的全部 在现实生活里头 你会按照一个教科书去生活吗 不会 大家其实就是说我们只要能够达意 有时候他有他当地的文化 他有他当地的一些传统 然后语言也在流遍 所以就是这样也能够达意 很多人现在美国人也是还是这么说的 就像什么ent这种 Ient youent 我不是你不是 他这个事情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规则 有时候甚至规则是用来被打破的 他表明这个事情之后 贝尔警长就说了一句 那问题现在来了 那他们是 whether they stop being and when 我上次也简单提了一下 就是说他们是是否 已经不在世了呢 但是这个是有一个双关语义的 这个本身没有上下文的时候 这句话也是可以成立的 他们是否已经stop being being本身就是可以是一个存在的意思 那他们死了 但是他们还存在吗 这些是不是能够只是通过他物理的 这个生物学的这种特性来判断 他就不存在了呢 他为什么之前在有一场戏里头 看到那个平板车的一个合同工 拉着那些尸体 然后他在在这个警察局里头看到就很生气 说哇这个太过分了 让他过去把那个人pull over 对吧 说你你有没有丢了几具尸体 那个人 红脖子 根本说我怎么会呢 对不对 你是要给我罚单吗 在贝尔金长眼里头 这个being不是那么简简单单 就是只是生和死 那他死了之后 他仍然还是他曾经活过呀 他那个being本身还是存在的呀 对不对 你不能说一个人已经死了 他就没有存在过吧 甚至说他是不是还存在 这仍然是个问题 有的人死了 我们还记着他 那他是不是一种being本身呢 然后win对不对 这个事到底结了吗 和他们还有没有关系呢 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philosophical的这种对话 其实但是他在电影里头 我们电影人也不希望让你过度的思考 但是他想表达的东西 他还是要表达 说到这儿 其实我也还是要插一句 就是说我这个事情想了很久了 跟大家交流一下 大家看到我就说分享的这种东西 是非常非常的随意 然后就是我很多可能如果你是我的观众的话 你觉得这东西有用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也不愿我烦 然后就能听下去 但是我同时知道 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 特别是刚认识的我的人 他不会这样听下去的 然后也我选了很多的题材 确实是非常小众 其实这电影都已经非常小众 但是在这个中国大中华地区的民营圈里头 这已经是好像是人皆知的东西 但是他的观众仍然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肯定比什么中国那些电影 或者是哪怕泰坦尼克这种 就少很多了 我其实并不想去过多的花时间 在那些好像大家都知道的东西里头 或者我讲的我也会讲一个其他的角度 可是我同时觉得说 我如果持续讲特别小众的东西 确实我没有办法能够触及更多不认识我的人 而我当然希望能够触及更多不认识我的人 我倒不是特别在意那个粉丝的说 因为我确实觉得粉丝那个数量不能够说明问题 我希望是说能够尽可能真实的影响别人的这样的一个 对生命的看法 对世界真相和我们内心真相的这种看法 这是我想寻找那些人 那这些介质 甚至我接下来有一个想去讲的一个电影 完全不是能够触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介质 那我接下来今年可能晚些时候 我会开始讲 其实我之前在一个视频 就是20一部值得反复观看的电影 那个影片里头也提到过的 泰伦斯玛丽克的生命之术 Tree of Life by Terence Malick 这个电影几乎是一个不可解释不可讲述 他自己甚至他都没有打算去用一个传统的故事结构去讲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同时觉得这个电影是非常非常值得去分享的 我也很少看到有人分享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真正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真相的东西 而且影片还刚刚好和圣经的另外一本书 我们今天我们讲到说传道书讲这个电影的话 那我就用另外一本书约伯级来去和那个电影去 他互作为互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讲那个我就不知道能讲多少了 其实老不所依我也不知道一开始打算要讲多少 我以为也许可能七八集五六集就能讲完 但是当我每一次开始之后 我重新阅读它的时候 其实我又能看到更多东西 触发我更多的思考 我就把节奏又慢下来了 这不是我刻意的 而是说我真正在分享的时候也是我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就打算未来把更为小众东西变成一个会员式的东西 如果你懂我 你愿意听我这样唠叨 我也会比较没有特别大的压力 非得在特定的时间内结束 而且我能够把这个东西分享的更为个人 更为琐碎 甚至更为深刻 我觉得我也不希望那些内容 让更多的观众一看这个东西就好像跟我无缘 所以这是我迫不得已的一个办法 这甚至完全和我所谓的赚钱无关 但是我觉得付费的会员的门槛 是一个很好的过滤器 使得我不同的东西可以不同的层次的分发 我同时也可能会在公开的频道里头 更多分享一些更为大众化的 但是以我的角度去试图去 哪怕和别人发生一些意见上的一些摩擦和冲突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预期 OK 继续不好意思插了这么一个大大的一个自我解释的东西 贝尔警长还是很纠结这个门锁这个事情 这个门锁的事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卢艾伦的房车的时候看到这个 然后他看到那个东西打到墙上的那样的一个冲击力 然后后来当他和马斯卢艾伦太太卡罗进在讲的时候 然后他提到一个什么Charles Wasser这样的一个人 讲到是屠夫他当时用这个枪其实不小心真相了 他甚至自己都未必能够意识到当时在路边被气泵打死的老男孩是那样死的 但是他刚好就把这个事情提起来 而这个细节呢其实还没有结束 还会在后来贝尔警长和Carl Jean的这个电话交谈中被再次提起 当再次提起的时候 那个整个的tone语调和上下文又发生了变化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耐人寻味 他已经基本上确定了 就是说这是一个固定的杀手干的事 这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一个魔王 他猜到了这个连续性 所以他就说这门锁是不是和他预期当中是一样的 然后他的手下的报告就说 是的这个还是和那样同样的方法用这样的一个气泵给泵开的 然后 温德尔就突然说了一下 就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犯罪现场 同样的这个主题也之前出现在贝尔警长 在他自己的办公室 他的秘书说你要不要再去看一下 那个编剪的那个集赌组人家要去 然后他说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有新的人死吗 没有新的人死 那我就不去了吗 对不对 那我还不是一样的事情吗 他说不了 这个事情就是再一次让很多的传统的西部片的观众 就觉得说你警长什么事情都不干 你为什么就不能够去稍微尽职尽责一点 那这个答案在这一场戏的结尾就有所收拢和回答 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的看 然后他不去的原因其实也是如此 等一下我们接着看 然后他讲到这的时候就是说 接了一句用end的方法 这个当然是柯恩兄弟把很多很多台词援助的这个东西 想办法尽可能压缩在同样的一个场景里头 他就说这些三个在汽车旅馆里死的人 是died of natural causes 这个natural这个词用的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自然的原因对不对 但是什么叫自然呢 自然就是说我们其实挺难解释对吧 自然而然 它就是好像是一个不需要去解释的 自己就能够解释自己的 而且它是一个持续在变化的 有一定规律的 有一定因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吧 其实我要想讲的tree of life 生命之术里头也是有最重要的两个概念 一个就是nature 一个就是grace 一个是自然 一个是恩典 在那个电影里头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存在 但是在贝尔警长看起来就是说 这些人都是自然死亡的 这个当然是非常他的手下 没有办法在哲学层面上跟上他 他说什么意思 他明明他们是被谋杀 是人为伤害的 这个东西 他是一个非自然死亡 对吧 他是被谋杀的 但是贝尔警长的 很显然和他说话的不是在一个层面 他说natural to the line of work they was in 看再一次 they was in 他们所做的那一行 这个line of work 他们的工作的流程和线 他们那个东西 反正这就是他们的自然而然 这就是他们的因和果 他们竟然要把自己放在 已经是必死的这样的一个路上 他最后的必死 那不是一个再正常不过 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吗 那这个他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就其实又开始要呼应到他这一句话 问的就是说 when they stop being whether they stop being and when 其实他在他心里头 可能他想的事情 你要再看他的上下文 他是说 这些old boys 其实很早就已经stop being OK 他们虽然还活着 但是他们已经注定了要死了 他们已经把自己应该被创造的一个目标 完全舍弃之后 只去作恶了 就是说 在故事里头就是参与贩毒 参与就是能够因为想获得钱 而毒害别人的生命 在必要的时候杀害别人的生命 这个事情已经是和魔鬼 做了一个交易之后的事情 所以他们在很早之前 就stop being 所以他还说 还说了一个when 对不对 他们早就已经死了 所以他们现在的 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是一个natural cause 这就是他们必然的结局 死是众人的结局 但是永死是这些人的结局 就是这么说 OK Wendell他就是人设就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慢 比较年轻 他为了去和老人一个有智慧 但是也同时很懦弱 好像也很 也被这个世界所慢慢的磨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反差 然后开始大段的就是贝尔警长的一个ranting了 基本上就是愤世嫉俗的对当代的一个评论了 My God 上来就是说 这为什么不翻译的字幕组 我的神 我的上帝 Wendell It's just all out war 就是这个是个全面战争 这个all out war 可不只是说 只是指在这个毒枭和卡特奥集团 美墨边境的各种势力之间的一个征战 这个all out war 是指整个世界的正义邪恶 或者说邪恶的力量在日光之下的 全面的在夺取生命的这样的一场战争 他说 我想不出来有其他的任何的字眼再去形容它 这就是我能够给出来的答案 这是一个全面战争 这个全面战争不只出现在我们这 他接下来会说什么呢 他说 Who are these people 这些人到底是谁 他指的不只是说墨基哥的这些人 而是说他看到了每一天的这些新闻 他就马上摊开报纸去讲说上周在加州 他们逮到一对夫妇 对吧 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很熟 我再重复一下 逮到一对夫妇在加州 他们把自己的地产租出去 租给这些退休的老人 然后他们就照顾这些老人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 您美国不是有一个social security吗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SSN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是你在赚钱的同时就有一部分他必须的强迫的就存入了 至少在W2的这个项头就被存入了美国社保基金对吧 然后到你多少岁之后退休呢 你就每个月可以支取这里头的一个退休金 那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这个坏人就把自己的房产租给这些人 肯定他会说我帮你去取钱 然后帮你付房租什么的 对吧 这些社保的这些东西的信息就会被房东所控制 这些人一旦控制这些信息之后 他们就把这些老人就谋杀了 对吧 然后他们就可以不断的去取他们的钱 甚至可以取个一百二三十年 都是有可能的 这种事情在日光之下绝无心事 全世界各个地方 中国也是屡见不鲜的 拿死人工资 这有什么新奇的吗 你觉得人的这种邪恶 你觉得有什么新奇的吗 不需要新奇 然后他们就把这些老人就埋在后院了 他就说这个事情 他说到最后就是他说了一个 而且他们这么做已经很过分了 可是他们还要去折磨他 为什么呢 他说他想不通 这就是No Country for Old Man的主题 再一次凸显了 人一辈子只能活70岁 你就是说你所能眼见的邪恶 其实已经不少了 但是仍然有一些新的邪恶 你会觉得说这事情太混蛋了 简直混蛋到你难以置信 可是你总会遇到 但是这个事情 这个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新事 我们并没有说这个世界 其实是在越来越坏的 其实也可能原来的人也是那么坏 只是有时候有的待机比较幸运 有的待机就比较不幸 目击的比较多 可是总体来讲 人和世界这个真相没有变过 在这个时候 镜头就直接切到特写去了 对不对 那贝尔警长几乎是开始喃喃自语 说他到底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做呢 拿他们钱杀害他们也就够了吗 还要折磨他们吗 真的就是因为只是无聊导致的吗 对吧 这个时候信息开始更加强烈了 就切到一个单人的中景特写去了 而这个温恩戴奥反打的时候呢 他是几乎是眨了眨眼睛 他还想想说点什么的 对不对 但是当然他没有什么机会说 没有什么机会说的原因 其实是说贝尔警长也不需要他的回答呀 他没有说这个东西好像你在和我汇报工作一样 是我们在说的一个现实的事吗 不是就因为这场戏压根跟这个剧情无关 这就是一场对一个世界和内心真相的一场讨论 小小的讨论 温恩戴奥只是说他始终进不了那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贝尔警长就继续说 说直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地方出来个什么情况 就是有一个邻居看到这个跑出来一个 只是带了一个狗的这种项圈 不是狗链 是一个color color这个翻译的叫带狗链 狗链是历史 是那个绳子 但是他是带了这个项圈 然后跑出来光的屁股 浑身什么也没穿 只有这样的一个项圈 下一场戏我们看到的是说 Luelen Mars Luelen 穿的病号的服装出来的时候 然后边检部门说 你怎么不穿衣服呢 是不是 因为在日光之下 这个事情也是新鲜的 但是人们慢慢对这个穿衣服 这个事情也会变得越来 有时候越冷漠甚至默然 叫什么是衣服 都这个事情都开始出现混乱了 我们先把这个狗链的事情说完 看能不能再绕回来 就是说贝尔警长的意思 他就开了个玩笑 他就说你看看 他说but that's what it took you notice 你要注意 这就是说 现在我们人能被什么东西吸引呢 就是除非极端到像这样 只带一个狗的项圈跑出来 人们才会注意 才会去想着报案 就是说我们对这种平庸之恶 对我们身边各种各样的邪恶 和反常的现象 已经熟视无睹到这样的程度 得刺激我们的眼睛到这样的程度 才能挑动你一点点的良知 你说你的良知 是不是已经麻木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这事情其实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观察 我觉得我们确实是看到 就是说在一个社会开始 比较退化的时候 就是开始堕落的很快的时候 人们穿衣服会显得就说格外的奇怪 骑装一服也就罢了 就是说你会现在在很多美国的机场看到 人们真的是穿的睡衣在那候机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你们真的觉得这个事情一点都不重要 你们觉得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公共的场合 无视别人对任何其他我们人和人之间 应有的一个边际感 我们的这个距离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隔阂 区隔你都需要打破 你就说其实我在这就和我在我自己家 可以是一样的行为 所以我想做就做 想打滚就打滚 我穿着睡衣出来 我可以说随便打嗝放屁 这是一种属灵层面的一个深层的堕落 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因为他天天坐在这样的咖啡 早晨起来看这样的新闻 产生的对这样的一个 我老了我不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感慨 所以他回到他说的这个案子上 他就说 你看 那些邻居他们天天在后院里头挖坑埋人 这种事情其实还挺难被人注意的 不是说这种东西完全看不到 说实话你邻居动工你是知道的 但是他常年动工 你就连问都不问吗 你们这邻里关系也够冷漠的 你也就真的是说对旁边发生什么事情 一无所知也毫不关心 漠不关心 那你身边出现这样的恶人 其实也活该 在某种程度 他说完这个时候 温戴尔就噗哧一下就笑了 他忍不住 小伙子挺 他还是受了一个传统的教育 然后也受 他也知道他的上级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但是他忍不住 他觉得这个事情非常荒谬 然后贝尔经常想想说 我没有要可责你的意思 笑一笑 那能怎么样 那这个就回到了整个这场戏的目标 和这场戏 我开始抛出来问题的所有答案 他说了 and a whole lot else and a whole lot else you can do 当然他说的口音本身也是一个很奇观 很好听的东西 and a whole lot else you can do you can do 你能做什么呢 这个场戏的结尾和上一场戏的结尾 刚好又形成了一个小小的 在这样的一个片段里头的一个小小的对比 那Luelan的想法就是说 嘿 你死神既然想找我麻烦 我呢 就替天行道 去找你死神 我看能不能把你干掉 这个也是在传道书第七章里头讲到 就是说你不要行义过多 你不要让自己的这个死呢 过早的到来 你不要自诚智慧啊 你不要觉得自己有这么大的勇气 你可以直接直面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那个东西 你能够直面撒旦本身 你还不被诱惑啊 你还能够经住所有的试炼 何必呢 Luelan是不是这个故事的寓意 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掉入一个 他几乎是不可能去 去抵挡的一个试探嘛 对吧 那两百万美金放在那 那就是一个试探呢 他是不是现在觉得 他先前的日子还好过现在的日子呢 同样传道书里的话 是吧 有可能 因为他在亡命天呀 他自己老婆自己都保不住 对吧 他过去虽然穷 啥也没事干 天天打猎 但那个事情他可以享受在其中啊 他可以享受自己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啊 他回家还有啤酒可喝 还能在沙发上一蹭一蹭 说不要再嘟囔了 再嘟囔 我摁到床上我就弄你啊 对吧 他是那样的一种生活 而现在他在过的什么生活呢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要说 OK好 那我来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放在我自己的手里头 这是某自大的表现 而贝尔警长呢 其实 这种事情你也无能为力 你还能把这世界上的所有的邪恶的事情都归 归咎于就是说我马上就能处理的吗 所以他很多的场景不去嘛 对不对 我干嘛要再去一趟呢 反正那个场景我已经勘察过了 对不对 我干嘛要再去real 德尔瑞尔那个Motel看一下呢 你都跟我已经汇报了 我也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死的 因为他们早就死了 就是 这不是 这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消极的 但是 为什么我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消极的 因为他从他和卡拉尔金的这个互动里头 他始终觉得说 马斯罗艾伦是我们这个county的人 这个小伙子我见过 我觉得他是个好小伙子 我想救他 他很努力的跟卡拉尔金去联系 去拜访他 然后跟他后来也赢得卡拉尔金的某种信任 对吧 他现在 他不能说是一个完全不管不顾的人 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边界感 那场景再一转 首先给了一个破的一个铁皮筒的一个特写 然后旁边这儿有一个穿这样的一个皮鞋和长裤的一个人 这就是说玉埋的 他是穿着衣服的 罗艾伦这时候穿的什么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然后同时听到 好像有一些东西掉下来掉到桶里头 然后我们再去想他这个整个的这个上下纹 首先这个往桶里头掉东西的或者吐东西的 是这个边境的这个关卡的守卫 不是罗艾伦 罗艾伦用去去嘴去摸了一下自己的胡子 更多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挺不雅的 有味道或者什么 我演示一下 我挺不舒服的看你这样去吐 怎么能知道的呢 就是说你看他这个嘴的嘴型 本身就是感觉已经有过傲慢了 从后面的这个团图当中 我们知道这个边界的这个人 很显然也是从越南回来的老兵 或者打过其他仗的老兵对不对 他呢吐的有可能是什么呢 槟榔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嘴里头嚼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了一段更适合剧情 跟主线的矛盾毫无关系的东西 然后也凸显了这个再一次是 柯恩兄弟般的幽默 今天可能跟大家讲的这几场戏 全部都没有实质性的推进任何的剧情 因为剧情其实想一想任何的警匪片 也好西部片也好 真的可以用一句话就能把它说明出来 它的正义邪恶的力量 但是其实我们要阅读的恰恰不是那个剧情 说最后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而是说这些次要的这些subtext 这些次文本 次文本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好电影和坏电影的差别都是在这些地方 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几乎没有次文本 真是没有 不用说贾林那个什么热辣滚烫了 那个根本就是说我恨不得 我所有能想到的都要乘以十倍的屏幕时间告诉你 否则我害怕你看不懂 然后我就最近睡觉前看上五分钟的满江红 我就困得不行了 那真的那个东西毫无意义 就是他没什么后面的想法 他只不过模拟了一个现实 他比如说官阶之间互相的这种傲慢 那有什么看头呢 说实话 就是说境界非常的低 然后很多人说 你就会说西方的这些东西好 不是的 我从来我确实不是 我确实觉得西方的大部分东西也都那个德行 但那个东西不能够让人给人一个满足的东西 好考问开始了 这场戏的核心 其实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边检的小人物的这个东西 看到了就是说有一种世界上的服从性的这种训练 其实就是说他是不是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的 就屁大点 你不就是负责一个边境检查的吗 你就能显出来 就是好像我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我好像拿到了全世界最重要的权柄 有没有他傲慢的一面 有 但是这种傲慢怎么形成呢 有可能跟他自己的世界观 他所经历过的战争和回来受到的待遇又是有关系的 然后他当他看到就说对方是一个服从他的 尊敬他这样的一个岗位和office的人 然后同时他们有共同的背景 他的态度就会发生其大的转变 这一段是在书里头是基本上是比较忠实的去缩写成这样的 我觉得柯恩兄弟是带着自己的这样那种 非常会指导这样的配角的这种能力 没有谁哪一个导演组合和导演能够像柯恩兄弟一样 给你创造一些这样的小人物过目不忘 你就真的是戏分不多 你甚至不知道他根本没有名字 但你记住他的一些这样的神态和东西 他所表达的一种精神和心理状态 这些东西就是次文本 说你谁能过美国呢 然后他们说话的模式就是罗恩兄弟总是要想一想 而这个守卫就永远都是他话音刚落 就马上接连珠炮一样的发问 然后希望看到对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恭恭敬敬的态度 挺有意思的一个 I don't know American citizens Some American citizens 就是一定 也是 就看看你的反应 你是不是能够尊重我 我怎么决定 你看他每一次都是对方说一句话 他马上就要跟 他根本就不在意说你要说什么 我就要看到你是不是一个服从我的态度 你在这些老炮看起来就说我们希望进到美国的这些人 不管你是是不是身份可疑的公民 还是你根本就不配进来的呢 我要想的就是说你能不能进来之后 按照我的标准去做一个守法的一个合格的好公民 你知道吗 这是他自己认为自己的天职 但是这当然是他自己的骄傲同事 然后他他说我问问题吗 然后你答错了 我可都你就是即便你真的是美国公民 我也可以不让你进的 对不对 这个人的那个开始 这个场景是直接从这个特写开始 这是非常反常的 捅的特写 过肩镜头 罗埃伦建立这个场景 然后先是这个人一单人的特写 然后再开始正反打 然后场景呢 还是有一点点略略的去 景别的区别 就是一开始 这个画面的左边是没有这个门的这个门框的 到后面的开始门框逐渐出来 你看越来越多 他他有的一些变化 就是说在从这个问衣服开始 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变化 就是感觉这个大宅门的感觉更大 他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你不穿衣服 他是literally 语意就是说out here be out of here with no clothes 你说这是不是确实是也算是衣服 他罗埃伦穿的医院的这些病号服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守卫看起来 你这个不体面 所以你因为你这样的不体面 如果你不能够很好的给我解释清楚的话 你就给我继续留在美国之外 我们美国不欢迎你这样的人 因为你要记得就是德州 对不对 我们看到的之前为什么所有的人 几乎都是穿的西装牛仔帽 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 你看连Motel的这些接待那些老太太 他都是穿的一个 至少在当时看起来 他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一种服装 就是为了这是对社会的一种尊重 就是说其实人穿衣服 难道不主要是为别人穿的吗 对不对 还真的不是为自己穿 而是说我要去遵守这个世界的一些规则 我见重要的人 我希望能够让他觉得我是尊重他的 所以我要穿的很好 在非常重要的场合 我更是要精挑细选 让我能够不会进入那个场景之后 带来一些不和谐的东西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对这个时刻这样的一个庆典 这样的一个纪念日 你像葬礼什么的他都是有这样的深层的 我们是deeply social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支撑 就是我们真的是社会的人 我们真的是只能活在关系当中 这个关系对我们特别重要 所以他的这场对话 罗艾伦就是说 我这不他当然有一点点就是说 无心之言 就是说我其实至少我遮盖了我自己的皮了 对吧 我没有赤身露体 我还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外套 overcoat 在外衣我这还是穿着呢 但这一句话就直接冒犯了这个首位 对不对 你看他这个表情 对不对 一下就严肃起来 你开始服从性训练感觉不错 你已经达标了 我准备跟你好好说 你怎么一下子跟我在这 怎么样 你在挑战我对这个依附的定义吗 你看看这就是话语权 话语权是说 什么事情都是需要争夺的 这东西你不能所谓的 中国的成语叫指路为马 那叫什么意思 那就是一种暴君式的服从性训练 我就是要告诉你 你虽然我知道你心里头知道 这个是路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说 你必须得按照我的定义重新说 你重新跟我说 这是路还是马 这是一种纯粹的通过诠释 去压别人的一种手法 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为什么说一定要想办法努力把话说准确呢 因为话语里头就是涉及到的你和别人的关系 你是不是能够谦卑的和别人交流 很多时候就看你能不能把话说准 不要上来就说 我告诉你怎么怎么样 然后说我的意思 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 对吧 这个事情本身 你当你说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有一个可能的supposition 就是一个假设 就是说好 我们假设这个东西 这个遥控器是需要电池的 这是一种讨论的态度 这是一种谦卑平等的态度 对 但是还有一种叫presupposition 就是当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 这个事情好像我们已经暗示了 后面的一些条件已经是真的了 那这个事情有时候挺让人觉得不舒服的 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努力在争夺一些什么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守卫和罗艾伦其实说的就是说难道是你对衣服的概念 非要改变我的概念吗 真的不要小看这个事情 当我们发生了就是说在美国或者西方世界发生的这种 就是说关于女人的定义 就是说trans woman is woman 这种时候就是他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原来我们公认的一个 甚至这个公认是从从上帝而来的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启示和创造的一个基本规则 他要改变这个东西 他就说你变性你把这个东西切了之后 你人家说自己是女人 他就是女人 那他就其实在指路为马 他就是在发生的就是这个你到底有没有穿衣服的这个争论之上 然后这个人马上面露不悦之色 韵怒开始说are you jacking with me 这说的话的方式特别逗 柯恩兄弟倒这些小演员倒的真的太精确了 我相信这些小演员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但是deliver出来结果absolutely amazing are you jacking with me oh no sir don't jack me with me 就是这个对话的那个喜剧的效果是出现在节奏当中的 谁应该在多快去反应 谁应该根本就不等对方去说完就开始反应 这个这就是真正的directing 这是导演 are you jacking with me oh no sir don't jack with me yes sir ok服从性训练看起来没问题 看起来咱们对这个衣服的误解只是存在于一个字面意义上的 你还是知道什么是体面的 所以我就暂时不找你这个麻烦了 但是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服从性训练知道的信息是什么 马上的他你看他的眼睛很重要没有再去直视对方 这也是一种服从性训练 他在这个时候开始的时候拿着衣服说你看我还穿了个overcoat 他眼睛还在看 这个事情他把他stare down stare down英文就是说把你看下去 直接把你看到你不敢看为止 然后你看看他说don't jack with me 不要跟我不要搞我 不要跟我在这儿耍把戏的时候 罗艾伦编说yes sir 他首先带着一个sir 这个很重要 yes sir 这个sir和mame的说法 在后面贝尔警长和el paso的警长对话的时候再次出现了 当人们停止使用sir和mame先生女士的这种称呼的时候 这个变化和堕落就已然开始了 这是他后面的一个论断 这是again这是no country for old man的最核心的内容 他说yes sir 同时他眼睛是不敢再直视了 然后想了想再开始去看看就说您觉得这样够服从了吗 you in the service 要通过这样的一些人和人之间很微妙的这种互动 这个守卫就猜出来他的身份了 这不就是玩狼人杀 其实我们也是通过类似这样的东西去猜对方身份的 对不对 看 他说你是在服役吗 in the service 你现在就是军人吗 不我是veteran 我是退伍的 然后他根据他的年龄直接猜出来 是去过去越南战场的 是吧 两次都这些他这些专用的这些术语 这其实是术语那么那么是stand for what 是vietnam battleground right这只要tutors tors这个tors可能只有他们军人才能够很快的明白 这就是说去了两回服役 你一般来说打一打一仗 如果你没有完全受伤 有时候给你放个假回来休整休整 然后再继续去 是这样战战争泥潭也也那么深 对吧 越战打了那么长时间 然后我的outfit 这所有的这些词都是非常的specific的 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语言 你说你和外的外头的人说outfit 那不就是衣服吗 对吧 他刚才讲的close 现在又讲outfit outfit就是我们外头穿的这些东西 但人家的意思就是你在哪个番号或者部队 然后罗亚伦的回答真是完美 是吧 perfect 就是哇 就是好像是不用过脑子 这东西已经是烂熟于胸了 直接念出来两次去越南战场的年月日啊 然后一下子当他说完这个话之后 你再看回来这个人 Wilson Yes sir 哇 那个节奏 这真的是好的导演 你知道 就是说我看得蛮张红 我觉得说张艺谋对 对对那个节奏的判断 那人物的那个对话 那简直糟糕透了 那个情绪根本就建立不起来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点 张力 一下就感觉就被被真刺了 就放走了 你看看这个停顿是不是太重要了 然后我说开始 为什么我说他是踏突呢 他嘴里头一直在嚼的一些东西 那有可能就是冰狼 冰狼是很多越南越战士兵 去了东南亚之后 学会的一些恶习 看看罗亚伦的眼线 他不知道到底对方做出来一个什么决定 让不让他过境 对不对 然后他叫威尔森的时候 他看了一眼旁边 然后再看回来 就是说这就是军人之间的 男人之间的 我帮你个忙 而且我还不需要你感谢我 我还不需要去笑着脸 我不是微笑的 我就是说我帮你就是帮你 我知道咱们是一起经过什么样的一个 故事的 那种惺惺相惜啊 这个是有意思极了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桥段 你是不是说如果说你要拍一个短片 你电影学生的话 你是应该讲一个特别 你以为你能讲一个这个世界不知道的故事吗 你以为你能有一个东西说新鲜到 说哇这个东西真是太奇妙了 很难很难 但是如果你能从一个日常的场景里头 能够把他的subtext能够做得更好 能够让人明白一些 其实我们说生活中有时候不一定有机会去这样自己教育自己的机会 其实那就是好的一个训练 如果你每一个场景都是一个像短片一样精彩 柯恩兄的是典型的 我觉得每一个场景拿出来都是一个很好短片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创作者 我讲Fargo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把每一个场景当成一个短片那么强 而且它成立啊 这是这是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我对冰雪报Fargo的解读 当然在书里头再多说几句吧 这个场景里头其实还挺复杂的 设计到一个出租车司机了什么什么的 然后其实卢艾伦这种状态还是非常虚弱 他还在呕吐啊什么 他只是当时说不得不赶快去动身去那个想法回到这个 埃尔帕首了 好 那这下面又是一个几乎和故剧情故事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小小的桥段 但是他也有一些寓意哈 我们看一看场景一转的镜头往上推哈 然后后面一大片帽子 我跟大家讲了很多次了 这个帽子在这个电影里头的寓意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然后他甚至是一种显性的一个给你的一种Q一种提示 那卢艾伦在墨西哥期间请问有没有戴帽子呀 没有 还是他他原来曾经戴过戴上过帽子对吧 他在这个野战的时候当天晚上失去了帽子之后 后来他去过一次服装店之前已经交交代过了对不对 我实在一下子可能找不到那个桥点 但是他去过这一家店大家还记得吧 这家店他曾经是去过就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老人老头服务员在当时帮帮他 他当时在买什么呢 他当时进来只是要买一双靴子 他说有没有什么拉玛还是玛丽的一个一种靴子的名称 对不对 然后他人家说我这有多少号打给你找一个 然后他就买了个袜子买了个靴子买了个袜子 大家记住这个上下的虽然小小的一个但是这里头是有拥握感的设计 这一次他进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才头一次看到了鲁艾伦的一个全身的样子 这是一个广角镜 你看他进来他这个样子和海报上这个女的姿势是多么像 这个绝对是设计过的就是一种喜剧的设计 但是这种喜剧的感觉是需要你有这样的胃口去感受到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这个时候看到的说 怪不得那个首位说他没穿衣服 你这像什么样子 你感觉就是一个裙子似的 然后但底下他居然还穿的那双靴子 这双靴子当时就是按道理是在他这个店里头买的嘛 对不对 然后他进来这个样子确实很奇怪 最好笑的是说接下来这个镜头 这老头你看镜头继续往下推 什么东西变呢 他的眼睛在变 他看到这个人和刚才那个首位所看到的人 同样都是罗亚兰的这个德行 他们所阅读到的信息和注意到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 这人注意到的是啥呢 是说马上看见他人之后往下看 对吧 眼睛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就是最重要的director的工作 就是要指导演员 眼睛要往哪看啊 眼睛在这个屏幕上是太重要了呀 问的问题是啥 How those Larry's holding up Larry's就是他那鞋子的牌子啊 这是我的回头课哎 对不对 我卖给你那靴子还行吧 合着就是说 罗亚兰所有身上其他东西全部都穿坏了 都丢光了 这鞋子还留下的 这我认出来 这我卖给你的呀 这鞋子怎么样啊 你不觉得这句话好笑的话 我觉得你还没有真正了解科恩兄弟的笑点 就是说我觉得是好笑的 这是需要多工作一点点的脑回路 才去想到的 为什么这个事情好笑 就是我们这好笑是好笑在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的注意力和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关切 我们和别人连接的方法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 这个事情本身是非常好笑的 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 这实在太逗了 然后他接下来这句话也是这些事情 这些台词都很多都是科恩兄弟改的 这是典型的科恩兄弟的台词 good good I need everything else 这太有意思了 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只是需要一双鞋 然后说油袜子给我弄两双 这次说我需要所有其他的东西 你说这店主 他是不是也好像很奉承对方这样的一个意思呢 买了两回东西 第一次买了一部分 第二次剩下的我全都要 那你说这店主多高兴 对不对 这生意做的 你的FCL 哇这个话实在是仔细评一评 好有意思 真的好有意思 然后继续呼应上一个场景里头 那个话 你会这地方有很多客人进来 这时候没有任何穿上的衣服吗 他这个时候其实回到了一个 好像在当时美墨边境 如果说一面比较体面 一边比较不体面的 他的标准也跟着变了 他回到德州了 所以他就开始以一个德州人来要求自己了 我确实是没穿衣服 他现在承认就是说 without any clothes on 而且也可能是被刚才的边检的教育的 就是我这个东西穿着 现在真的就不叫衣服 丢不丢死人了 所以他自己自嘲了一下 这样能够好像能够更容易的blend in 能够更好的适应回到德州的生活 这个回应 again 非常非常的好笑 一本正经的 然后一动不动的 戴的事 不寻常 先生 这是不寻常的 no sir 非常逆术 太有意思了 那当然 他在没有帽子这段时间 确实是比较虚弱的 他是被打得快死了 对不对 然后在养伤 他是虚弱的 也没有需要身份的时候 而这一次 你看这个满排的帽子 最后最重要的 everything else 除了裤子鞋之外 最重要的是啥呢 帽子 然后看到密林深处草丛中 走出来 他的还是没有戴帽子 他什么时候戴上帽子 当我们看到就说 他这个 你看我们先看到的 先看到的是他的人 然后他拿着帽子 然后最后才是箱子出来 我们知道他这个时候 暂时 好像还在一个 可以赢的这样的一个 轨道之上了 对不对 他好像还是前景很光明 他要开始战斗了 他要开始为 无论自己的命运 为了这笔钱 为了他的 心爱的太太战斗了 他也重新恢复了自己的正常的行动能力和尊严 刚才他丢不丢死人 在这个街上穿的没有衣服 赤身露体 然后隐藏了一个小小的梗 我觉得我们第一阅读的时候 觉得说这肯定是草里头有很多虫子在咬他 对不对 没想到 是新的衬衫的那样的一个领子上的标签 他要觉得 个的不行了 扎的不行了 把它拔下来 丢在地上走了 在书里头写的这段还挺有意思 挺有观察的 他讲到就是说他买的衬衫 就是说他买的衬衫感觉就是一拆起来 无数个这样的小针你知道吗 就是区别针或者大头针 因为原来的衬衫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买的衬衫真的拿出来 你记得非常小心 在领口上 在袖子上 在领子上 为了让那个东西平整 有很多的大头针 大概拆下来可能有时候最多的时候十几个 那是很容易就忘记 到时候穿的穿的还真的有发生过 穿上衬衫之后又被扎到的 这是很常见的 原著小说里头就是那么写的 他费了好长时间才把这个东西给弄好 好吧 今天讲了三个其实看起来跟这个故事主线完全无关的事情 但是他就是在一点一点的build up 很多很多的观念啊 这种很多的观念 是一个符合这个影片主旨的东西 他同时给我们很多我们已经麻木的不再思考的一些subtext 我觉得我们还是得活着对自己生存的状态 对自己在想什么 自己为什么要去做那样的选择 有一个敏感的心态吧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 再见 再见